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准时参加Enlighting's Education 每周六的教育现场,我是Enlighting's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商科、医学、工程还是STEM 大学专业的选择几乎是申请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它关系到每个学生未来四年的职业发展方向 这些对于亚裔学生炙手可热的专业应该如何申请呢 9到11年级的同学们又该如何提前规划呢 今天的讲座由Enlighting's创始人、资深、升学、顾问和职业规划老师Ben老师 为您带来深度的剖析和答疑 哈喽Ben老师,欢迎 大家好 对于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规划活动 职业规划、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ACT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生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东湾、三藩市、半岛和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 和孩子的理想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大家如果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下面就有请Ben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继续参加我们每周的教育讲座 今天的agenda我们主要是针对近期一些家长 因为我们发现最近咨询的家长主要是以低年级为主 因为可能这个阶段的话 高年级的学生 基本上已经开始找顾问或者已经找完顾问了 所以我们想做一个系列 今天的主题 我会把这几个亚裔特别喜欢的热门专业 做一个深度剖析 把一些信息分享给大家 包括我们的一些策略 作为亚裔家庭 怎么在当下的政治 经济和发展格局中 能够给孩子很好的规划 同时 我们提及这些专业 接下来的很多个礼拜我们会做专题讲座 非常细化的 举个例子 商科我们会有专长 那个STEM专业 就是除了CS工程之外的一个专题分享 包括文科 我们有专题的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 这个周的教育资讯 实际上美国本土的这个教育资讯 并不是很多新闻 基本上都是过去新闻的一个发酵 或者一些大家有预期的新闻 第一个新闻就是UC系统在audit的过程 神迹过程中发现有录取腐败的行为 目前直接受影响的是64个UC已经录取的 还有更多受牵连 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闻 因为我们关注这个行业也是主要UC为主 我们主要是在北加这个 我过去很多年以前我在另外一家曾经知名的教育机构任职的时候 我的一个学生关系非常好 家庭也不错 好几套房子在山上 我希望他不要受影响 孩子非常善良 但是父母的能量比较大 竟然让我们见证了怎么把孩子搞到UC伯克利 那个孩子成绩是绝对不可能读伯克利的 他高中毕业都是困难 因为他移民比较晚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audit只是发现了冰山一角 过去可能六年以前 我一直以为这种腐败行为是发生在私立 但是当你对这个行友足够深的了解 你会发现有人的地方就有腐败 美国相对好一些 比国内肯定好很多 但是一样有 只是说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渠道 这就为什么去年出了那个Singer那个案子 那么多送到Stanford Yale这些学校的录取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 你的孩子在竞争的时候 不是名刀名枪 背地里还有很多小动作 虽然比例很低 但是这个对我们为数不多的 这个好的学校的席位还是有影响的 第二个就是很多报道 最近美国这边媒体比较多 说这个美国社区大学的入读率一直在下降 四年大学在下降 但是社区大学的入读率下降特别明显 后来我们也是分析解读了这篇文章 因为很多家长可能是一个是因为孩子的学习问题 另外可能是因为家庭调教的问题 孩子比较多 希望孩子能够通过社区大学省下学费 但是我们发现经济不好 社区大学是最便宜的方式 然后读大学 那为什么没有人读呢 我们分析一下 所有的族裔就读都在下降 那最明显的就是手术族裔 那个非洲裔和那个拉丁美洲裔 但是呢 其实我在每次说到手术族裔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概念是伪概念 其实美国真正的手术族裔是亚裔 我们只有6.5%的人口 亚裔华裔只有百分之一点几 所以媒体上对手术族裔的definition是有问题的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 后来我们总结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是网课 体验不好 那可能学生可以选择那些 等开学之后 疫情稳定一些 然后呢 另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收入 因为即使社区大学 它的投资回报周期还是比较长 你要读两年社区大学 两到三年的大学本科来转化 将来可能就要赚钱 但是很多那种非洲裔和拉丁美裔的 他们需要马上找工作来贴补家用 所以导致两年的社区大学入读率非常低 现在 然后第三个NBA的火爆 这个题目是有点misleading 其实真正火爆的是那些顶级的NBA 191的哥大 它的申请人数NBA创的历史新高 所以说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差距28分化更为严重 因为对于NBA来说 它的逻辑就是经济不好 可能职业规划受阻 那我正好用这个时间来读一下书 但是大家想一想 两年NBA的学费十几万 还有这两年他们收入的减少 这一加的话就是三四十万出去了 因为能读到NBA的一般不太贷款 而且他是算过这个账 学商的人一定会算这个账 即使他是学理工科转NBA 通过这个NBA来转管理层 他也是会算这个账 他的机会成本很高 所以你会发现 今年包括耶鲁NBA 包括那个哥大 还有一些别的学校 他整理申请人数是在增长的 这其中也不乏一些认为今年可能疫情好深一点的 也有可能 所以家长继续关注这个东西 虽然很多我们家长孩子主要申请本科 但是从NBA这个独立的 学院里边的暴露的情况都会看出 这个在教育层面的28分化 家庭调整好的呢 会找到这个机会来申请一些好的私利 通过自己在学费上 不需要反正是A的这种 来获取增加录取概率 而一些收入比较差的家长 或者孩子比较多 负担比较重的 工期阶层家长 那他就比较吃亏 他选择空间就更少了 大家看一下第四个 就是这个F1签证 我相信在座的家长里边很大一部分是通过F1签证 转工作签 转绿卡 这么一步步流到美国的 F1签证也做了一些变化 实际上媒体的描述有点恐怖 没有太多变化 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十年以前 十一年以前 那个时候F1签证就是一年一天 同一个学校你不需要面前 但是你需要一年一天 只是说奥巴马政府在后期的时候 他正常放开了 你只要同一个学校F1 他可以让你有十年的期限 你换学校 你只要不换学校五年 实际上他现在又回去了 说可能个别国家要两年一千 或者三年一千 我觉得没有太大影响 但是这个信号作用非常大 特别是所有的媒体都在说中美关系恶化 而且确实中美关系在不断恶化 导致很多国际学生开始转向申请 我觉得这个对咱们本地华人家长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真的是把最有钱的那批学生 总的基数给减少了 所以他们对于大学申请人数 未来的话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过去很多家长诟病 你看U.C. Berkeley, UCLA, U.C. L.A. 特别是U.C. L.A. 非常吸引那种国际学生 他们的他们那个成绩没有那么高 然后他们能够 他们去加的名额可能就是本地华人家长的名额 但是其实对国内的国际学生来讲 能进到博克力LA已经很非常难了 他们纯粹录取率是比当地华人家人要低的 但是这个疫情一出呢 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 国内家长他们会选择转向 可能会考虑英美双生 甚至加别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几年 中美关系 不管谁当选 美国总统 一定会不会像以前中美关系那么和好 所以说国际学生的人数一定会逐步递减 大的腰斩也有可能 所以说我觉得对本地家长是个利好 因为你们的名额会会多一些 特别是理工科 因为这次打击最终的就是说理工科的 从博士开始往下倒推 本科稍微好一点 但是本科以上的打击最终 但是这个的信号作用还是非常有影响的 然后中美关系 我觉得快乐大选 很多家长在讨论这个问题 包括大选里边那些 关于Prom 16的一些投票的 我觉得家长要关注 这个新闻对你孩子教育非常有关 万一Prom 16通过 他会按照这个人口的笔记来分配名额 那可能家长最喜欢的UC这个大学 可能就将来不是那么现实的 因为他名额一旦降了很多 那本来华人就很难 那再加那么一层的话 难上加难 那家长要准备好 我是要读私利呢 还是读一些别的州的那些 对人口比例不是那么限制的 很多州他还是比较不太支持 Affirmation action 所以家长要关注这些新闻 因为和大家确实息相关 很多过去你不爱投票 我还是鼓励那种美国入籍的家长还是投票 虽然很难读 但是和你的签识比较相关 然后呢 今天讲的重点啊 就是我给分家分两个大块 因为学生学生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呢 就是告诉大家这背后的复杂性和逻辑性 希望家长在做未来判断家庭教育规划的时候 能有足够的这个依据和这个参考信息 所以第一个呢 就哪些学生应该关注专业排名 这不上几个礼拜啊 US News 刚出排名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信息的话 家长可能比较关注 举个例子啊 第一个 我们认为 对自己性格和特长足够了解的孩子 适合关注专业排名 因为专业排名呢 它排法不是特别科学啊 它纯粹是靠所有大学主观一段0到5大分 这个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最新的一些排名 上学院工科的排名 但是家长要判断啊 这种主观印象就代表市场对它的反应 191大家一提到CMU 想到的是计算机工程非常好 一堂的博克里也是理工也非常强 对吧 这种名声呢 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的 它是需要长期的继练 虽然这东西非常主观 但美国有句话我特别觉得特别受应 就叫perception is a reality 就所有人的印象那就是现实 不管你怎么掰 对吧 他们认为亚裔数学就是好 这个就是perception 很难改 所以我们这么判断 我们的推断依据 是这孩子对自己的性格特长足够了解 在高中阶段 高中期间呢 你又证明了自己 因为你只说你喜欢艺术 喜欢文科 喜欢商科 但你高中里边有没有尝试历史的活动来佐证 而不是要等到四年去读 花那么多钱读个四年的大学 来证明自己不适合 天赋是一定有的 后天培养就是代表 你是培养自己的天赋越来越强的 还是培养一个自己不是那么擅长的 效率非常低 因为四年的青春和这个钱的投入 是投资汇报率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然后第二类 我们认为 非stamp专业的学生 应该非常注重大学排名 这个会头会细数 我们下个礼拜的讲座 是专门讲文科主题的 因为很多家长就说 好像我们不讲文科 实际上文科学生不少 只是说家长没有那么迫切的 找这个咨询服务 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它安排在推斗的时候 然后呢 全科通才 追求新鲜感 萌动型的学生也适合 讲第一个 全科通才 我们过去很多学生选择undecided major 不是因为他们成绩不好 而反倒是因为他们成绩特别好 他们所有的高中科生都是A 然后AP科们能上多少上多少 就这种孩子呢 他都强 他就是选大学排名 因为排名越高的大学 往往这个专业的灵活度越高 他们选择空间越大 然后呢 追求新鲜感 很多孩子呢 他的爱好不从一始终 这个无所谓 我觉得这是个性 充满好奇心才会有创造力 这个无所谓 但这种孩子也要足够强的学术背景 来支撑他这一点 对吧 所以这种孩子也应该选中排 比较高的大学 因为很多大学 他排名比较低的 他可能专业收线特别大 你进去的时候试上课 那你就能读上课 如果不是的话 你转的概率非常低 你专业的前十里边的学校 你几乎专业不是问题 你在MIT里边 你学什么都行 你进Harvard 你创什么专业都可以 就是这个反倒不是重点 因为这个学校入学的门口 已经足够高了 然后第三种 就是懵懂情家长 当这个孩子在高中阶段 可能父母可能忙于工作 或者是在 没有在美国念本科 或者是研究生 对美国教育体系 不是特别熟 那会产生一种状态 就是他可能 孩子这课好像数学不错 那就学数学吧 而忽略孩子本身性格 和这个行业发展的前景 那选择这个专业 那个孩子可能也是 某种两口 对某些专业不是那么敏感 又不想屈从于父母的 这个一些建议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 你还是看综合排名 因为他转换专业的成本比较低 所以这个非常关键 你千万不要默认 这个学校有前景 这个专业有前景 而强加于你孩子的性格上 他认为是 性格可以改对吧 就强加他选一个专业 而且不喜欢 甚至在本科毕业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这四年 根本没有学 这个特别喜欢的专业 然后这个呢 就是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看那篇文章呢 我们有写 这些专业是1819的数据 现在没有 我们看的是最新教育部的统计数据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梳理 商科最多 这个右下长看这个图 不管大家是不是觉得惊讶 商科是人数最多的一个专业 然后第二就是健康医疗类 这个比较make sense 因为整个这个社会呢 是老龄化 是往老龄化走 出生的余论在发达国家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种 health profession 将来是一个非常长青的专业 然后工程类 生物和生物医学 其实大家看一下 学premed 像学一的家长们 经常会把这第二类的 健康医疗类 和这个 生物和生物医学 还有心理学 都作为他们一个backup的方案 就是本科准备的这个铺垫 所以家长要看上 这三个专业还是比较火的 他们都属于那种 非工程类的 非商科类的 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头 然后教育类的话 大家看一看 它其实非常低的 它只是 只有将近 商科的五分之一 这就很神奇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过去20年 其实是17到18年的数据 这样子看一下 这是美国教育部 一个正向统计 商科是一代增长 然后呢 社会科学和历史 它是一个逐渐下降 然后呢 这个医疗行业 它是一个增长 这个是比较make sense的 商科增长是另外一个原因 商科我们觉得 万金油这个形容词 可能已经过时了 我们更多的是用盐 所有的行业 都就像所有的菜品一样 没有盐 这个菜是没法做的 你可以加糖 你可以加味精 你可以加醋 各种调味品 包括辣椒 但是盐是必不可缺的 而商科呢 就像这种盐 在任何一个行业都能应用到 不管你是非盈利 还是政府机构 还是科研机构 甚至是一个远处的 一个矿军农场 商科是必备的 商科是人力组织活动里边 最有效率的一个学科 为什么呢 利益的分配 因为整个通俗来讲 一些比较 一些好的媒体人 他对经济的理解 是设计的一种游戏 来把蛋糕做大 每个人都参与 而政治的存在呢 就是把这个蛋糕 怎么分的问题 而商科呢 就是怎么让 所有人在这个系统里边 能够合理的分工 把这个蛋糕做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 相对合理一点 所以大家知道商科上 好处 是它确实比较好读 这个有个paper专门写过 商科是目前大学里边 毕业率最高 GP最虚高的 这是好处 就你不用担心 孩子GP会低 大学里边 因为你如果有读研的考虑 读MBA的考虑 但是坏处也是同样 这是一个像研 和食物关系的一个专业 所有的专业都需要 学的人也最多 那你怎么凸显自己 是不是就要看品牌 对不对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trick呢 就是热门专业的男女比例 这个是很多家长在申请的时候 会和我们讨论的一个策略点 你看现在我们在大学生理阶段 很多家长在申请ED的学校 今年又是这么多新闻 不管是疫情 还是经济 还是中美关系 各种负面新闻 对家长的判断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们今年又非常纠结 可能家长就说 可不可以通过性语 来打这个diversity这个factor 因为我们族裔的话 已经属于劣势了 性语 其实有的家长看一下 在健康医疗这个行业 女性的比例非常重 84% 那就意味着 如果男性同学 如果想学这种专业 确实有优势 但前提是你的性格 和你高中的这个活动和学业 证明你适合学这个东西 而不是你盲目的 为了这个图而去学 那样的话很亏 psychology同样 女性偏多 然后呢 看最底下工程类的 大家如果心心的家长 如果做research 看过加州里面和那个MIT 你会发现 他们男性比例非常均衡 它不是你想象的 女性非常少 其实这个学校这两年 过去十年 他们一直在做这个balance 但是你能看到 你再挖深一点 深情MIT的女性 她录取率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她名额是将近一半的 这个学校的先生的名额 男女比例均衡 MIT这种学校 但是她女性生想人就是少 所以她女性的生意录取率也高 但这不代表MIT好生 我们过去生想MIT的小孩 没有被录 能进康奈尔 能进布朗 能进UC博克里的ECS 她进不了MIT 她也是那个 美国数学计算机竞赛的白金鸟 就这种级别不够的 MIT要求的是那种非常突出的 所以家长要看 这个是你现在参考 有一点点的帮助 但是总体还是要你整理profile比较慢 然后呢 当然我们看完专业不看行业 那是不合理的 对吧 因为你不能看某个专业火 你去学 而忽略这个行业的发展 这个之后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三圈理论 这是我们用的一个framework 你就要看那个大事 你要看你的资源 你要看你个体的这个性格 和你的特长 大家看一下 这是美国劳工部 做的一个model 他基本上预测了是2019到2029 这未来十年行业的发展 大家能看到 健康医疗行业 就是老龄化社会的这个现状 特别对于美国这个状态 美国出生率和这个婚育率 也是历史最低 而中国更严重 日本已经是 现在大家看到未来美国 二三十年 如果不扭转这个出生率 会造成的这个现象 当然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了 因为你这个出生率 可能和这个社会 这个频率差距过大也有关系 这非常明显的 大家看一下 就是mining 这个和大家关系不是特别大 如果有那个喜欢mining engineer 那个再说 educational service professional ability 就是这个曲线 大家看看那个 就是这个图是做一个参考 你在选专业的时候 也要参考这个整体 这个国家的走向 和经济的走向 然后呢 咱们再说到重点了 我们讲了那么多 实际上这个统计数据 是有误差的 代表整个美国 而忽略我们作为亚裔 特别是华裔 这个族裔的特点 大家看一下 亚裔最喜欢的专业 Stand 是那个 African-American 这个族裔的将近三倍 Hispanic的话 也是将近两倍半 那比那个白人也是多 那我们再看一下 亚裔在美国的分配 18年的数据 亚裔在美国的人口 是6.5% 主要集中在加州 500多万 亚裔比较宽泛 包括很多族裔了 大家看 其中这几个区 也是美国经济 最好的几个区 那华人是用多少呢 Chinese American 大概是500多万 其实不多的 1.5% 在美国人口只有1.5% 所以说1.5%的话 如果你也不投票 那更被人忽略了 所以说虽然大家觉得 哎呀无所谓了 头领没有用 你还真不对 因为你像 在加州某些具体的city里边 华语比例是超过一半 那那个时候 你的票率非常值钱 包括那个 在南加州非常明显 而不是做一个看客 因为这个投票权不容易 你们都是费了很多劲 移民到美国 有这个权利 这个热门专业 很多家长 他开US News 他可能没有买会员的 看不具体 那我们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先从Business开始看 商业这个 像我们大家看排名 可能你们也比较熟 第一名是沃顿商学院 本科 然后MIT的那个 Slow商学院 然后呢 伯克利 家长会发现 怎么这么多里边 没有别的藤校 有些家长知道 有些家长不知道 藤校里边 除了康奈尔和那个宾大 他基本上是没有 本科商学院的 因为过去他们的教授 是讲那个文理教育 他们认为本科学商 是一种 是一种误导 他们觉得商科应该是在 建立好很好的 人文基础之后 在学的一种技能 最早的商科呢 他的前程是Truth School 他们是一种商务的学校 他把他当一个专业 技术 所以说这个呢 是代表美国的教育 历史发展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个前世里边 藤校非常少 商科的话 我建议他前三十前四十 还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然后呢 商科专业的分类啊 家长要看一下啊 这是纽约大学 Stern商学院 一个分类 非常详实 是我们看了这么多 商学院里边 做的最细的 这个属于 Stern MBA的一个分类 这也代表未来家长 如果你要孩子学科 你要搞清楚 这个孩子将来 商科的发展路径 因为即使你学商科 他不分那么细 他会有个concentration 你是finance 还是splash chain 还是marketing 还是那个management 就是他是有具体风向的 就是家长 不管在选什么专业的时候 一定要细化到 你觉得哪个行业 是可能有发展前景 符合孩子的性格特点 和你们的家庭 这个经验和资源 让我们看一下 那个best algorithm CS 这个是今年最新的排名 因为计算机科学 实在是太火 所以他们单独做了一个排名 但是意义不大 和工程学院的排名 基本上重叠 让大家看一下 MIT 卡尼基·梅隆 斯坦福 伯克利 而且很有意思 大家看一下 他们中间的三个 是并列第二 并不是说是拍个1234 我觉得更多是用权衡 因为他们打分是怎么来的 他们就是用这些学校 互相打分 0到5来打 那大家想到MIT 那肯定5分了 所以大部分都打5分 可能少部分打的分少一点 就是这个分非常不合理 但还是的话 它代表大部分对这个学的印象 大公司来招人的话 非常好的代表性作用 让我们再看工程学院 也是这些 但工程学院呢 就比较复杂了 家长可以看一下 它分的就比较全 可能大家不仅限于那个电子工程 机械工程 食用工程也可以考虑 工业设计也可以考虑 生物工程也可以考虑 包括环境工程 其实非常细 所以家长不要是因为 只是在硅谷 就是都计算机工程 因为有的孩子呢 他确实动作能力比较强 他可能更适合意义 有的学生偏设计 他可能或者更对环境感兴趣 对生物感兴趣 他可能就是天生喜欢 Nature的东西 那他可能考虑环境工程 因为环境工程将来 一定是非常热门的行业 虽然薪资短期可能不如CS高 但是呢 中长期的话 肯定发展前景 包括生物工程 这次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 会让很多国家 会让所有的国家 在未来会加大投资力度 那基因工程和这种防疫的 相关的生物工程的行业 会非常会非常受欢迎 所以这个如果特别是家里边 父母从事这个行业 更有这方面资源 可以利用好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这下就统计比较新 你看整个在美国这个行业的发展 大家看到education是越水越少 为什么 这个收入确实比较低 从早期的那个16%的人学 全美啊 就15年的数据 现在就可以这么多人 然后降到现在10% 应该business 还是一个持续稳定增长 然后呢 这些专业的话 都比较正向增长 大家能看到一个变化趋势 然后大家看一下亚裔 非常坚挺 学生业 这个我觉得不是因为 大家喜欢business 是因为家长 亚裔家长还是 比较注重教育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投资率 回报率 比较周期比较短的 这个投资行为 工程也是对吧 还有science 学business 我个人感觉 因为这个没有 没有法验证 商科的话 还是选择空间比较大的 录取率还是比较高 工程的话 确实有门槛 就像我们上个月 我来分享的 我和我们的学生Sandy 你像伯克利去年的话 CS那节课 61A 上科报名 最后的人是2000 最后过了几个一半 刷的不到一半 到最后的话 四分之一都不到 它确实 工程类专业 确实淘汰率比较高 商科是反过来的 商科的话 这批比较水 比较好拿 整体来说比较好的 然后STEM major primate major 因为STEM 它是更康复的一个专业 你像统计学 你像应用数学 你像psychology 你像biology 和physics 这些专业都属于STEM 这个大的范畴里边 所以没有具体的排名 primate 美国本科里边 有primate这个专业的学友 非常少 大概有12个 我们之前做过专题的讲座 这边就不赘述了 但是呢 很多家长会选择别的专业 来 也还做这个铺帖 这是我们的建议 我们觉得 医学是非常好 也不错 但周期很长 你不要一开始就学一个 你本科毕业 找不到工作的专业 你本科学CS 不影响你身体 primate 所以具体这个问题 这样子可以再咨询 然后呢 最后一点 我想讲的 我本身是学文科的 我们同行业里边 也很多学文科的 我讲这些 不是代表文科 没有发展前景 而是文科的话 下个礼拜 我会专题讲 文科对天分的要求非常高 因为你的努力 和你的四年的学识 在学历含力量 这块没有太大帮助 因为文科举例 你写篇好的文章 和你学校毕业 没有太大关系 而工程的话 你MIT毕业 和Sense City毕业 那技术不一样 因为它的科研水平 和学生的力度 完全不一样 文科是非常主观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我想进AVPLUS 我想进TOP30 TOP50 TOP100 或NON-REC MAJORS 那我怎么办呢 不同专业 不同的培养策略 如果家长是说 我想学工程类的专业 我孩子成绩还不错 好像 那这时候就设计三个层面 学术 你选课 那你如果想进顶级的 排名前十的Major 甚至 然后同时叠加 又是前二十的 这个中排 那你的难度非常高 因为大家会知道 前二十里边 好多学校 它的那个专业排名 不是特别高 但如果你两个都想占 那代表你选择空间非常少 那可能就是MIT Stanford 这种学校 那你 至少你要在十年间之前 拿到AP Calculus BC 你A部里的那个C 那你要 那个第二次你要学吧 对吧 你肯定要学Motivariable Linear Algebra 作为一个亚译 那你肯定会自我编程 你会学CS的话 对不对 你要挑战学校最难的课 是拿外面更多的课 你的活动 一定不能仅限于 拿一个UC Code的那个 Gold 那个是不够的 我们过去有两三个 那个Plantium 他们也是进不去的 因为光好这个不够突出你 但是呢 同样 你降低预期 你说我是团队专业 我希望孩子能够学一个 投资科学比较高的工程 我孩子很喜欢机器人 动能力很强 那我学Top10的Major 对吧 我不在乎中排 那样就好办了 那里边有普通 对吧 我们有UIUC UIUC的话 比伯克里还是好路一点的 或者我们再降一下 我们有东美大学 或者很多 包括Washington University 就是很多 中排不高 专业排名非常高的 这种大学 是可以申请到的 所以家长 我觉得你在 根据孩子的成绩 来做中长期规划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心理预期 你要有个目标 但是呢 不能改压的上架 因为孩子呢 这个学习效率 是能够判断的 然后还有 没有排名的学 这个呢 适合一些 家长比较希望 回报率比较高 因为有些家庭 不是每个家庭 都是双马龙对吧 收入非常高 或者是父母都是高管 做医生 律师 做企业家 都不是 很多家长 可能就是一方工作 另一方照顾孩子 那这个时候的话 CS 如果你的孩子 真是正方不天赋 你依然可以申请 不错的学校 你用力 South State 他就没有排名 他专业是没有排名的 因为他 他没有那个博士嘛 他博士的这个专业 设置太少 他不符合排名这个 这个预期 然后第二个 Business Major 是一样的 他刚才提过这几个 所以说家长在确定 自己的这个教育规划 目标之后 你们要从头到尾 来做一个分析评估 这些因素 是我们反复 使用的一个framework 这些呢 是大学录取出参考的依据 你的成绩 你的标划 对吧 这些都非常standard的 红色代表 你改变不了的 是固化的 然后呢 黄色代表 是比较很难 短时间界定的 天赋和能力 这个是非常 因为很多家长 通过自己努力 留到美国 或者在职场发展 非常好 可能是在美国 这个社会地位啊 包括那个社会 贡献度都非常高的 但是呢 你说你问他是 靠我努力还是天赋 他必须说得出来 因为在国内 多年的教育 就告诉你 努力可以占上一切 而美国的教育 是比较另外一个极端 他告诉你 所有的成功 是因为资源 机会 而不太注重努力 就美国这边比较淡 而中国过会 强化的努力作用 我觉得两个一定要结合 没有飞飞击白的 我们讲到重点 就是说 如果您的孩子 是高中之前 我觉得是构思嘛 和那个 这个字打错了 不好意思 应该是定位 就是您的孩子啊 在高中以前啊 如果您的家庭教育 您的家庭教育 都参与比较高的话 比较高的话 你对孩子的个性 对孩子喜欢的东西 和他的性格 是有非常好的了解的 你其实是可以知道 他适合做什么的 家长一定要 仔细复盘一下 你们孩子从小到大 他对一些事物的反应 他哪方面有天赋 因为真正决定 孩子将来能从事的行业 其实和性格关系非常大 他的个性和性格 这是两个东西 所以在高中之前呢 他们有试错成本 因为大学不看你 高中之前的成绩 几乎不看啊 除非个别非常 advanced孩子 他拿一些高中课 九年级实验观察 那就像是一个产品一样 我决定要做手机了 我是不是要定位 我是高端低端 还是定位的人群 这个一定要定位 那九年级就是开始 我开始实验 那我认为我的孩子 在文科非常有天赋 比一般人有天赋 出口成章 三岁写诗 五岁出文集 那可以是吧 那我们就会做A-B test 那你要孩子 就拿不同的课嘛 你竟然觉得可以 那拿advanced那个track的 那个那个英文 对吧 然后去上一些 那个兴趣班 或者是一些活动参加 诶 时间关系 然后十年级的话 你经过九年级的铺垫 你十年级的话 发现 哟 好像这些都不通 孩子呢 一个是不喜欢 他不是懒 可能是不喜欢 或者是呢 他没有兴趣 或者他和同期的小孩 比他比较弱 那就和孩子讨论一下 你要坚持吗 就是咱现在课程开始多了 怎么办 复盘校正 然后呢 第十一新年级的时候 测试完善 基本上经过九十年级 包括高 就是八七八年级的培养 你应该有个大哥的方向 一个产品 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对吧 因为你已经试了三年了 你不需要再试了 除非您是那个 完全三样型 让孩子自由发展 这个也不见得坏 有的时候孩子就很有天赋 但是我觉得 大部分家人 还是需要一个 清晰的规划路径 不管是通过你 还是通过机构 还是其他的独立顾问 我觉得你需要 专业的这个帮助 然后十二年就是发布会了 到大约的阶段 我们目前还有很多家长 是临时加进来的 就是发布会了 就是已经带亂 你的这个钱已经烧完了 你要做产品发布了 那你要看一下 09年苹果第一次发布会 那个依然是史上 最经典的PPT大会 你看乔帮主 是怎么通过一些反转 和剧情的那种跌宕起伏 让苹果一战成功 到今天为止 这个公司成为 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 所以家长可以看一看 就是大家真的非常像 过去的总结 就是一个产品发布会 你把你产品 你的孩子 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你不需要告诉 别人你的弱点 没必要 大约是一场竞争 你不是每个人都要 进前十 前二十 前五十的 但是呢 在我孩子一有的技术上 我们现实一点 我们怎么能够 更好地呈现孩子的优点 缺点的话 我们慢慢改 这个没有问题 成绩里边很明显地 告诉这孩子学习能力 你的活动列表也写完了 你的标华考试 要不然不让考 要不然你已经考不了 对吧 那剩下的就是这个文书 这个文书体验的一点 怎么去展现 怎么通过剧情的设计 和对孩子深入了解 但这个前提 苹果的发布会 它之所以能成功 源自于产品本身 包括我们在帮孩子 构思文书的时候 我们就坚持一个点 挖掘孩子身上不一样的点 大家一看 这个孩子越南至上 因为你不要学到别人 你们家孩子就和别人都不一样 非常独立的个体 我们这么多年 这么多经验来讲 我们没有发现完全一样的孩子 他们的际域不同 他们读的书不一样 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完全不一样 这个很有意思 这样发布会一样 你要根据产品 根据孩子特性 来做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来展现你的优势 必时就需 然后今天我们做了一个slide 把这个标准考试给拿出来 为什么 很多学校现在不要了 很多学校还是要 我们是建议这样 如果你所在的区 疫情比较稳定 因为不是每个家人 都是加州来的 你如果成绩不错 你要考 如果你GP本身比较强 你标划也不太擅长 你就别考 当然这和你申请的学校 还有关系 因为有些学校是test blind 你考了他也不看 test option他会看 所以这个真是因而异 然后就总结一下 因为给大家一个 比较清晰的图 就是实际上 不管你是早期规划 初中以前 高中以前 还是高中阶段 还是现在已经12年级了 甚至你现在读本科了 考虑给孩子转学 你要遵就三个特点 我们的作用 所有的机构 你们找的机构和个人 它对作用 提供战略战术 我们更擅长的 可能是对孩子的了解 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 我们有个孩子上的 价值比较特别高 所以我们在和孩子 见的时候 会选择孩子来最终决定 然后家长的话 我们会借轻 但是我们比较尊重孩子 因为孩子是最终 去take action的人 然后对彼此的了解 就是对大学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 特别是一通互联网 特别是微信的流行 还有美国一些网站 我觉得微信做得更好 很多免费信息 网上一搜一堆 所以我觉得这个 知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 很多家长 基本上你只要 拿手一动 搜一下 什么心理都有 然后理想的学业和事业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大学生 什么专业适合你 我觉得三个点要考虑 中间交叉的点 就是最佳的状态 你擅长的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 和你谋生的东西 这三个要结合 独立于一个 你会活得不太容易 假如说你就为了谋生 这个孩子可能 见到一圈人 他就对生活 是有这种兴趣的 没有意思 他过得很累 因为人生是一个旅程 对吧 你不是说你到一个点 你就会幸福 因为大家的重点都一样 是吧 气垫也一样 这个过程的体验非常关键 所以我们要找到三个的点 因为没有完美的状态 一定是相对 你要compromise一下 然后我们认为的一个framework 就是那个three-factor framework 我们认为train的很关键 resource很关键 但是因为大家都 中文都没有问题 因为能听懂我这种 语速和发音的 中文肯定没有问题 我用一个更直观的framework 这个是协程的创始人 他的一本自传 创始人手机里边 他做了一个framework 我觉得特别好 天是地的人和 理想的工作是存在于三个界面 天就是趋势 我觉得现在发展趋势 你看因为covid-19 很多人失去的工作 那我要考虑未来职业发展 对吧 我要学一些门槛比较高的 或者是线上可以实现 你看我们的工作 线上对我没有影响 我们连房东都省了 对吧 地的话就是resource 你的父母的教育背景 你们家的这个budget 和你作为社区 这种辅导机构的资源 还有你的学区 对你的support 包括你作为图书馆的 那个借阅书的 这个量都是关键 举个例子 Santa Clara County Library 藏州是我见过最牛的 我只要在市场上 任何一本书 我都能借到电子版 或者音频版 或者那个普通版 而且free 然后呢 我去free 很近啊 它属于Alameda County 哇太恐怖了 我借个 我借个那个 这个GIE的test prepbook 要我在那看 不让我拿回家 所以我觉得家长 要考虑自己本地资源 你能提供你这个家庭 你的这个收入 你的学识 你还在提供你资源 这个很关键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人 我把这个人 无限放大的原因 就希望家长要看人 这是我今天讲的 最后一个重点 这个出处来自于 The Power Habit 那个作家 他本身是学脑神经科学 和那个认知科学的 性格决定面影 他的理论就是说 思想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习惯 习惯决定性格 性格决定命 如果你想解决 孩子的习惯 你要all the way back 去trace 他那个trigger在哪 他的行为在哪 从那去intervene 身份上很多时候 可以解决 我们在帮孩子 在调整这个学习效率 包括他那个schedule的时候 我们也是采用这种方法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原生家庭 对孩子性格的影响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时间有限 这个是我们在资讯过程 发的很多问题 很多家长呢 有好的intention 没有几个家长 是初衷不好的 他们都是省吃俭用 包括可能家长 钱没有问题 但他我不工作 我就陪孩子 但是很多家长 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他要努力赚钱 他要养家户口 对吧 但能不能晚上 就是拿出一个小时时间 大家一块 有个family time 大家就是抛开手机 就是讨论一下 一天的得失 这个很难坚持 但做好了 我觉得和亲子关系 会非常好 那一旦你们关系 好像朋友一样 很多事就弹开了 就不会说产生那种 认识上的偏差 导致那种矛盾 就是哎 走得不愉快 虽然青春期的孩子 是比较情绪波动 但你如果理解他 无意什么 他不相信 你相信他的朋友 说明他从有理解他 这种理解是建立在 你们有共同的话题上 对吧 然后我举着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我就不举着时间太长了 第二个呢 称孩子的例子 他儿子吸大麻 那个咱就不说了 因为毕竟国内 规论比较严 他儿子呢 他这么好的资源 他的太太林凤娇 早前就在加拿大 已经埋平 培养这个孩子 我觉得父爱的缺失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对吧 然后第三个 就是跳楼的孩子 就国内前这篇文章 就跳楼了 看妈妈走远之后跳楼了 还有去年 一个短视频 大家都能看到 一个父母 一个妈妈和孩子在吵架 出的车突然停了 孩子直接打开车门 冲下楼跳下去了 上海的 这真实案例 美国没有那么极端 但是美国 大家不要忘了 三五年前在跑外头 美国 咱加州最贵的一个学区 那连续四五个孩子 卧鬼的事 其中大部分是亚裔 再加想一想 为什么一个家庭 父母最亲爱的孩子 会产生这种悲剧 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 但极端的例子 容易给我们产生一个震撼 所以我觉得 这样要思考一下 你为什么 什么时候 你开始不理解自己的孩子 你不了解他了 你要想想为什么 可能你们没有 更多的那种共享空间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就讲 个性的天生 后天的培养 我们觉得 个性是天生的 孩子内向外向 善谈 或者比较喜欢沉默 这个是天生的 但是性格是后天培养的 所有的性格 是建议在你对 一种价值观的信仰上 所以加上我觉得 后天性格培养非常关键 因为真的是性格决定命令 在任何一个团队里边 总有些人招人喜欢 对吧 总有些人 大家放心的 所以说这样一定要 不要只是学术培养 而忽略性格的培养 培养出一个好的性格里边 孩子即使没有读 很好的学校 学能力确实比较弱 或者是本身 我没有那么聪明 他一样会过得很开心 过得很好 特别是在美国 底下有几本书 给大家推荐 因为时间有限 从数来讲 从technical的角度来讲 我推荐您看一下 这个 Malcon Grunwald 他那个叫 有本书 我们在开课 那课快结束了 后期我们会开 叫David and Goyas 这本书里边 有一个章节 他讲的是 Big Fish Small Park 他讲这个Fit 说你要在 在小制仓里边 大鱼 你会越做越好 你会吸收数字资源 你的发展最好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国内写作长 因为有些家 你给我看微信 有篇文章叫 郑元节 有叫 有萨本星地方 郑元节不爱去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喜欢用国内的例子 虽然大家都在美国 因为我觉得国内的 生存环境 教育环境 非常的恶劣 和美国比 虽然他们很有钱 但他们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我推荐国内的作者 因为国内这些作家 能够紧承下来 你在那么恶劣环境 让孩子有独立思考的不多 所以家长可以看看 郑元节的 他那个育儿经 那篇文章 微信上有搜一下 就郑元节加萨本星 一定能出篇文章 非常火 他还原了一个 天才作家的产生 任何一个天才 背后一定有一个 非常支持这个天才的家长 他为什么小学辍学 就敢写童书 能写出童书来 中国就这么一个同胞大王 是因为他父母非常支持他 他父亲非常支持他 那个年代 他父亲是个高干 如果是让他 你扼杀他这个天赋的话 这孩子就完蛋了 但是郑元节的儿子 就没有读 传统的学校 也是后来自己创业 发展的很好 他女儿就读了学校 这点就呈现了 还原了真实性 很多人就说 你看郑元节这样的人 或者是在美国一些辍学的人 比较盖茨这些人 他们的误导 而郑元节的 育儿经 就能告诉你 他是因人而异 才施教 他的女儿就适合学校 就喜欢学校 他就去读书了 所以不一样 所以家长我觉得 我在育儿方面 我肯定是不如你们有经验 你们孩子都很大 但我觉得一定要借助 外面专家的力量 来借鉴 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可以提供专业指导 因为你们可能忙 没有这方面专业积累 但如果你们没有这个budget 或者你们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我是MIT毕业 我是哈佛毕业 我不需要你 可以 那我觉得你要看看 别的这方面的专家 美国这方面住的非常多 图书馆也很好 但是东湾的图书馆 确实比较弱一点 这要吐槽一下 好的 谢谢Ben 接下来QA 我们来回答今天的问题 好 今天第一个问题 您所说的文科要看排名 那么生物和化学 医学相关的专业 算成文科还是理科 理科 家长 这个属于STEM STEM里边有四个专业 Science 他们属于Science一类的 Science 然后Technology Engineer 然后Math 数学 这四个 所以说 您说那个是自然科学 Metro Science 生物工程 就是一个工程 应用科学 不太一样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如果说本科不要学 如果说本科不要学 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专业 那么将来想学医的孩子 本科最好学什么专业 你家长赶 学医这个呢 家长可以去我们的YouTube频道搜索 我们之前有一期专门讲医学的 我们那个请那个嘉宾呢 他在湾区的一个医疗科技工作做 他是在国内复旦医学院毕业的 然后呢 他在美国要读的那个Public Health 他的朋友里边基本上都要不当医生 要不做research 他都知道 所以他分享的很彻底 就是我觉得学医啊 你本科要找一个那种 他医学院培养录取率特别高的 文理学院很多文理学院会clean 他们的医学院和法学院录取率特别高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学医学院的话 你的实习机会也非常关键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学医啊 功率可能就比较吃亏 因为资源比较少 你拿那个lab的 还有research的oportunity比较低 因为学医的话 一定需要这些活动的 而且你像一些好的功率吧 他GP比较难拿 如果您GP比较低的话 那大概率可能你那个 你心情医学院的梦想就破灭了 因为医学院在美国非常少 录取率都是个为数 GP非常强 所以我觉得本科学生不关键 如果你认为我们孩子可能 他高中的时候没好好学 大学有机会 那你就不要给他申请那么难的大学 学一个他比较擅长的专业 还有一点啊 我觉得医学啊 是一个录取概率很低的专业 要做好本科毕业 孩子可能不愿意读 或者将来读不了医学院的准备 那本科这个专业和你就业 就要搭边 好 那下一个问题 请问选undecided major 对增加录取机会 是好还是不好 在哪里可以查到各个学校 及学院转专业的难易程度 这个信息不是每个学校都公布的 你像UC Berkeley 他只告诉你转学 每个专业的录取难度 在本科他不给 UC的话 数据已经是在美国给的是最全的 几乎是 他也不太给 为什么 大学不公布是有原因的 他怕你 你你你这个 give theory 他怕你用博弈论 去猜他 今年好像 这个胜传是哪个事 那我就打一下 会造成这个供需不平衡 所以这是大学故意做的一个事 我觉得您是达不到的 但是有一点 选undecided 我们还是建议 这整个成绩比较均衡 如果您是 明明文科A 理科B 你选一个undecided 可能就比较亏一点 所以我觉得 如果您还得已经12年级了 你你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选择的空间 如果您不是权益的 因为你的专业课 你的活动 已经非常明显的告诉你的契机了 你的动因 你很难去装一个别的专业 对吧 或者去从文书来扭转 很难 硬掰的逻辑肯定不行 然后呢 如果您是9年级 那没问题 还是那句话 我们这个理论 就是你先 先去考虑一下 你的孩子的定位 和你们家庭这个教育诉求 然后再从实验 集中反馈 不同的迭拜 和那个improve下手 看你的时间段 有家长问 想以后去法学院的 对本科学校有什么要求 如果你想申请顶级法学院 那可能本科 你好的 好的那个大学排名 需要更看重一点 这是我的建议 但是呢 法学院本科 我不建议你学political science 因为你在申请的时候 没有优势 太general了 您上YouTube搜索 Enlighting's Education 我们有一期 专门讲法学院的 我们有个朋友 当时他是北大法学院毕业 在美国读了法学硕士 然后也考过了 那个纽约的这个 律师职业执照 在美国也做过律师 你现在在国内 非常好的一个律所做律师 他分析的非常到位 下一个问题 学物理和化学专业 有必要去社区大学 学线性代数和微分方程吗 我现在十年级 物理是一定要数学的 化学我不是特别确定 物理是百分之百 数学要很高 如果将来你学理论物理 还是和物理相关专业 你的数学要求非常高 物理和数学是不分加的 化学除外 如果你不学化成工程 可能数学要求没有那么高 我有一些学药的学生 包括学一些化工的学生 它数学没有那么高 物理是一定要的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如果学商科专业的话 应该从九年级开始 要学什么课 参加什么课外活动 课程的话 实际上商科 你必须要上那节课 如果你必须上一节课的话 你必须上AP历史 AP美国历史 这课非常关键 历史背后是人 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是商科法学院必学的一节课 因为本课没有法 所以说商科学生比较多 AP虽然很难 但如果你真的想看看 你还在适不适合学商 我觉得一定要学APUF History 这些课会让你分析 一个社会结构的形成 阶级的形成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主要是分析人 因为人是串起历史事件的 主要一个因素 而且对孩子的逻辑思维 和对社会的理解 对人的理解会加深 大家仔细想想 马云的例子就行了 他没读过任何理工科专业 他就是书读 他们有个共享财 中国对这些企业家 包括美国 他们一定是对美国 对历史非常了解的 因为历史是现在的一个境 它可以告诉你 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向 谢谢邓老师 辛苦了 今天到这里了 那屏幕上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今天有很多的问题 还没有回答到 如果家长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email电话 或者是扫描屏幕上 我的二维码来加我微信 那我们每周的讲座 会在我们的微信家长群里面公布 如果想参加我们的微信家长群的 也可以扫我的二维码 然后我把您 好的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了 谢谢邓老师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